我在看我的翻译们声音是否还可以吗 我们现在谢谢所有的翻译们 再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感谢翻译文 然后呢以及在这个背后之后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Sophie Sophie是这个世界的负责人 把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还一直在屏幕后面 我一直觉得内在王国是我的YSI当中 最喜欢的一个项目之一 所以呢今天非常的期待 可以去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课程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那这个项目刚才已经说 叫内在王国 或者走进内在王国 我们会今天来分享一下 这些的细节 以及这个教授的背景和历史 它的经法在哪里 以及它在格西老的教授当中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当中 那在这些教授当中 到底讲了什么 以及它将如何的帮助我们自己的人生呢 那这将是我们今天这个的计划 然后诶 有一个朋友 如果说他很久没有见到很开心 再次看见你的课程当中 在这次的课程当中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计划 希望在我们结束的时候 然后每一个人呢 都觉得啊 我充分地被鼓舞了 要去注册这个课程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教授 是格西老在他的闭关当中给予的教授 然后他们这些教授真的非常的棒 当我再一次学习这些教授的时候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像珍宝一样 是我之前已经忘过了 然后再次找到的宝藏 就像是你在自己去看一下自己的过去的照片 或者呢 或者就是你在某个地方找到了一个 就是你很久没有看见的一个盒子 然后打开发现之后 对你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那对于我来说呢 这些教授就是以上我所描述这些列子 那因为格西老师从来都没有再次教授这些内容 他从就是他在这里教授 就他在那次闭关当中教授的内容呢 从来没有再次教授 但其他的知识格西老师都会教授 比如说每一年 这也是为什么YSI会在之后的每一年 去复习一下格西老师当时 在他的闭关当中给你的教授 那今天这个课程就内在王国 是当时格西老师给你的第一课 那我们其实已经结束了第一部分 那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邀请了十二位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演讲者 那我们当时探讨了一下 当时这些教授是如何改变了那十二个演讲者的生活 那那个时候我们有姚老师 然后我们有Ben 我们有Jakob 尊者 然后JB老师以及Kun老师 都在这个十二位演讲者之一 在第一部分的时候 那些见解真的是无与伦比的 对于我来说 就是跟以上这些非常优秀老师 去探讨真的是非常棒的感受 所以如果你已经注册好了第二部分 那你就同时也可以看到 就刚才或者上到了第一部分的十二位老师的谈论 那每一个老师呢 每一个十二位邀请者 二十分钟跟我们讨论时间 那他们关于探讨的境界 也都是来自于内在王国当时的教授 那我们接下来呢 第二部分产生就是九月七号 都有九月八号 那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 他那十二位老师 在这个谈论当中学到了什么 以及他们是如何使用他们 然后这些教授怎么改变他们 那在即将开始第二部分教授呢 我们将会我们将会足够的去过 每一个格西老师的诗句 然后呢 我会更深入做很多的经历 然后我们去讲解 每一句格西老师的诗句 它最后的含义是什么 那当然这就是我们第二部分的计划 他说翻译还还可以吗 看到有翻译读几首 说明我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那我今天的目标呢 并不是想过多的去讲很多的这个 更深入讲的关于教授当中 那我今天是想给大家一个当时的整个背景 它的历史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些信息也是同样的重要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在这个当时的历史当中 怎么样认识到格西老师 那这个教授是2001年的时候在教授的 然后他那个时候 那个点真正的是改 是格西老师一个非常守日中重大一个转变 因为当时格西老师刚刚完成了他的基础的课程的学习 然后因为他完成了基础学习 他记录了三年代的闭关 当他从闭关灯走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去教授 更高阶更深层次的教授 所以他就真的是一个分水岭 是基础阶以及高阶的一个分水岭 那这是一个格西老师 日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转折就是把他从一个转折到了一个学 应该说从学者转折到了一个瑜伽者 或者是一个静思者 因为他把他的头发留起来 这是在闭关当中的一个传统去留头发 他有这样的愿景 就是说想看到瑜伽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如何改变人们 所以他开始做了瑜伽经的翻译 以及哈塔瑜伽的翻译 都在这三年大闭关当中是所进行的 那在闭关之后呢 他做了一个一年的教授寻演旅 那那时候他所教的教授是新瑜伽 那在现在啊 你可能很难去想象 当时格西老师在教授非常的多 比如说混合坚果 但是在某一段时间 格西老师有教授的 其实很多核心内容 就是瑜伽相关的 那他在那里边 就这一年的时间当中 全部就是基本教授的内容 都是跟瑜伽相关的 他所教授的内容 就是在那三年大闭关当中 所翻译的文本 那这些 我觉得教授完全反映了 当时格西老师处在一个 在他的人生当中处在了一个什么阶段 那是他第一次去教授了 我们的气与我们的意识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连接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 他做的一个转换 就是从他的基础课 转换到高阶课 或者是更深层课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在那个闭关当中 可能格西老师在三年当中 不知道有一天若竟然能讲中文 是不是很酷 那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看见 这种秘密的教授 或者是深层课的教授 开始被撒发出去 所以那一刻呢 那一个时间点 对格西老师是非常大的一个转折 并且是一个无一轮点的改变 那你现在再回去看一下 当时的时候 可能很难 可能很难去抓着到 当时瑜伽的教授的重要性 那我刚刚描述这些教授 像什么呢 你想那个时候是没有网络的 没有任何的手机 没有任何的社交软件 你可以使用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照相 所以在三年的闭关当中 你是没有一些照片流传下来的 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你要期待的是什么 也许我们在PPT一完颜展示 PPT当中有几张照片 那格西老师在他的三年闭关当中 然后以及其他五个同时的闭关者 那没有人是允许进入到这个区域的 那可能只有六到七个负责照顾他们的人 他设下来是不允许进入到这片区域的 那一年呢 有两次的时间 会有这个教授 那内在王国就是其中的第一个教授 那个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 哎 你要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的商店 就是然后比如说在这个商店 早上十点我们要在这里聚集 然后我们当时给予了一个地图 你知道那个地图就是一张纸 上面写好了去的方向 然后我们上到高速公路上 比如说我们要进入到875 这个高速公路进入 然后呢你将就是路过一个标志 然后呢你会看到一个大门 然后呢当你看到大门的时候 进入这个大门 真的就是我们去到的地方 是一个杳无人计的地方 一点人都没有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门之后呢 比如说大概有30分钟 再开30分钟 就是你每进一个门的时候 你自己要从车下来把门打开 然后你自己进到车再把门关上 就是你要重复做很多这样的动作 开一会儿车看见门你自己打开 然后呢开过了自己再下去再把门关上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关门呢 你确保这个养的这个牛没有跑出去 那是我第一次在沙漠当中 是非常的安静 然后有很多的星星 抬头到处都是星星 然后呢白天的时候 天气是非常高 气温很高 但夜幕降临之后就会凉很多 然后有非常多的风 感觉在这边有很多有毒的蛇 所以当时的环境是非常极端的 我们可不可以展示一下PPT 可以看一下那些照片 这是其中的几个照片 几张照片 因为当时没有人是有手机的 那那个时候跟我一起上去 还有其他一百个人左右 那那时候我们就真的就坐在沙漠上当中 一个防御布上面 然后当格西老师看见的时候呢 我们看见格西老师眼睛是被布给蒙住的 因为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他的意识 就是不去看见有什么人来了 什么人在这里来听他讲课 然后他会讲一个小时 没有任何的笔记 没有任何的就是电脑可以让他帮助他 完全是用到格西老自己记忆当中的内容来讲受 真的是那个感受是非常的棒 你可以看清楚格西老师一直是如此清晰 在这个聊天区里边有人说 为什么是沙漠呢 那俄罗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沙漠是非常干净 非常明镜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去坐闭关 同时也是你去沙漠的场地会更大 从而确保你可以与他人当中是有独立的空间的 那当然这个地方 土地也会便宜一些 就你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又符合所有的东西 然后下格相对也还合适 因为这是完全隔绝的一个地方 可以隔绝人声音城市情感 所以当你去寻找一个可以做闭关的地方 或者做不圆圈的地方的话 那这个沙漠这个地方是一个完全比较适合的地方 那这个尤其这个沙漠其实是有很长历史的 所以当格西老师过来教过来了 那我们会收到一张纸 那张纸上是关于你需要去阅读的 所有的这些纸全部都是手写的 就是你会看到他字体是如此的美丽 对 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就是手写所有的这些一百页的纸 他的整个就跟打印出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 那他给我们的这个阅读的就是一首寿书句 所以他所教过的东西并不是来自于任何的文本 并不是来自于任何的大师 也并不是来自于任何的包括像中大师 这个完全是老师格西老师自己创造的诗歌 所以它是非常个人化的 那是格西老师自己在深入的闭关当中的意识和想法 那格西老师在这之后从来都没有再一次教授这些内容 那我就很好奇啊 为什么呢 那在我自己三年大闭关当中呢 我就当时想 那我关于那些教授可能我也很难再去给到 因为当你在闭关当中你的意识所处在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当中所创造的教授的意识 因为你是永远不可能回到那种意识状态的 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格西老师没有再一次教授他在三年大闭关当中的教授 因为你没有办法重新创造 在那一刻当下所创造的东西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再教授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教授你在三年大闭关当中教授的东西 尤其是在闭关之外去教授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我们带着我们一起来重新回顾一下那一刻 那一个转变的重要时刻 那一刻转变时刻就是格西老师进到钻石教授的时刻 那大家可以现在可以明白就是钻石教授 其实就贯穿到了整个内在网国教授当中 所以呢让我们来 今天一起稍微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内容 我们来回到上页PPT 那这个是我们的开场 那我想给翻译们一点时间去来给大家翻译一下 那这个诗句的意思就是 有人助力死亡的滋味 他们将不再品尝 当他们进到那个王国 今生即解脱如何达成 你可以选择一所爱的人 在那边缘生离死别 一房子倒塌了另一间已出售 那未能填补的空虚 如坟墓般淒青 你本该归遂于弹中 夺破那壳 看那彩色世界飞向虚空 那以上就是这个英文的诗句的翻译 可能是西班牙语先结束 可以吗 我们来等一等其他的翻译的语言 那在这里有一些主要的想法 那这里有一些人呢 我们是没有把他们带去死亡 这样的话他们就看见了这个王国 那这个翻译是说 刚才老师说的这个词就是翻译 当老师说翻译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读 那这个词在翻译当中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Mukti means自由解脱 就像重生一样 就是你远你从负面情绪当中完全地解脱出来 你的负面意识完全解脱出来 那这是一种意识状态 你可以从恐惧 嫉妒 生气 无名或者是无知当中完全地解脱出来 Jiva的意思就是个名字 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成为Jiva Mutki这个人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Jiva Mutki 那这个第一话就是说 当我们可以达到这种目标 在我们死亡之前 所以我们已经在去开始去品尝 这个钻石记道的教授了 就在这个第一句的诗句当中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那我们怎么可以成为Jiva Mutki呢 那整个诗句 整首诗 整个教授 就是在帮助我们去到达这个地方 成为那个人Jiva Mutki 完全地解脱 从任何形式 任何方式的负面情绪当中 那他就说 那我们为了到达这个地步 我们需要先去到外在的王国 然后进到内在王国 最终我们就会达到这个目标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 就是指导我们这些介绍 清晰地有这样的教授 是非常非常难的 为什么这样的教授是如此难得呢 是因为很少 就是能够到达这一地步的人 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你很难找到有一个人 既打到了这种地步 并且给你一个非常清晰的教授 对于此过程 那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内在王国所教授的主题 这是帮助我们 告诉我们如何进入到内在王国 那我们会包含哪一些主题呢 在我们进入到 或者在我们探索内在王国这个旅程当中 我们会讲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那以下呢 就是有一些非常清晰的指导介绍 就是你怎样可以走到进入王国 其中第一点呢 我认为呢 就是格西老师第一次 就是龙山去把气面相随 这是格西老师首次来教授 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 我们的气跟我们的意识 是有连接的 那这些连接 这个连接是如何影响 我们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呢 那其实这就是 所有理念的一个核心 就是诞生于这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意识 包括我们的世界 这三个东西 如何的更好地连在一起 通过我们的气呢 那这个就是格西老师首次 在这个科目当中所讲述的内容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主题 是在这个内代王国教授中中 有可以触盖的呢 这也是格西老师第一次提到了 就是钻石之道的两个不同的方向 就是在钻石之道 格西老师的教授 钻石之道的时候 会分成两个部分 那这是格西老师第一次来讲了 这两种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 这两个方向 那相结合的就是内在和外在王国 所以如果想要去到外在王国的话 格西老师提到第一个教授 就是你要认知到 我们在这个生活 一生当中有多少人在受苦 这是第一步 那其中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需要有慈悲和爱 所以第一天我们的冥想 就是我们要认知当中 有我们一生当中 受到了多少人的帮助 那我们在这个冥想当中 会看到从一个人的脸 到另外一个人 那些人都是可以帮助到你的人 那我还清晰地记得 当格西老师来教授这些的时候 当有更多的人帮助你 其实你能够 当更多的人来帮助你的时候 你就会更少地去嫉妒那些帮助的人 比如说 有一个人来帮助你做饭 或者有人来帮你买很 你要想就是帮你做饭的人 他需要花很多时间 去到超市里面去采购 然后去花时间去做 然后呢 并且邀请你过来 哎可以吃饭了 但是你想天哪 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感恩这些人 比如说 我是不是应该买树花回来 感谢一下这个帮我做饭的人 然后呢 或者我应该穿上非常正直的衣服 来以示我的尊敬和感恩呢 但是虽然说我们心目中是感觉 我们很感激帮我们做饭的几个人 但如果有一个人 就是说重复了这个 这个都七千次的话呢 或者是成一千次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你的 你的法律就开始变化了 你就开始去抱怨了 比如说想 因为你知道 现在正在加拿大 然后呢 他的妈妈已经为他 做了上千次的饭了 然后呢 到妈妈就问我说 哎 你喜欢我做的饭吗 我说 嗯 不错不错 还可以 然后我就会说 嗯 那是不错 但也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特别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就已经缺失了 我的那种感激之情 就因为他已经做了 成千上万次的饭给我吗 然后突然呢 我就其实好像就感觉 我就有了这样子 就因为做了很多次 这个人为我付出了 很多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 去抱怨他人的权利吗 你就能看不见 这个人为你的付出吗 比如说就是 我母亲对我的善意 就变成了看不见的了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 这样的慈悲心 或者爱的话 我们是远远 进入不了外在王国 这就是我们进到 外在王国的第一步 所以那同时外在王国是说 我们是 你可以在无师无地都可以看见 是他认为老师 如果我们没有就是去感恩他人 对我的善意的话 那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外在王国的 那这个甚至这个就永远都会发生 所以大家要记住第一步 去认识到我们被他人照顾 对他不同的人照顾 对他人都要了解他们对我的友善 那这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我们精神老师的非常重要 那格西老师 那格西老师其实花了几节课去讲解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的老师不只是那些有很大的名字或者是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那格西老师花了其实非常多的课程和时间在讲 我当时在听到格西老师又开始讲的时候 我想说哎呀你又要讲同样的东西了吗 我们也不休息一下吗 那首先如果我们想要视我们的老师在任何无处不在的地方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去感恩那些在我们世界周围不断地去照顾我们的人 那第二个部分他讲到了就是燕离心或者初离心 要明白我们人生当中的事情这些发生的好的事情 那些所有爱着我们的人 那些所有我们触手可及的资源 那些所有物质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所享受的这些东西 我们这些所有好的事情 那可能在这世上一半的人口 可能四亿人口 他们其实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五美金或者一美金 可能大概有六美金吧 就他们的大概有四十 就剩下一半的人口四十亿的人 他们每天生活费有可能是五美金 有可能是六美金 但我们在座现在每一位 并没有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风 我们可能我们可能不是富翁 但是其实足够来支持我们现在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一个我们受到很好的教育 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教授 然后有一个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 我们有老师的存在 然后我们有翻译们 那翻译们其实做了非常多工作 可以把这些教授带到我们身边 然后呢 以不同的语言 发布遍布在整个世界上 所以我们是不是对这些所有的事情 有感恩之心呢 我们处在这种完美的环境当中 是否有感恩之心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说 哎呀我们有浪费这样的时间 浪费我们的资源呢 这些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益处 或者我们它并不是永远都存在了 它将在就是可能下一刻就会消失 那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已经非常熟悉 或者是就是依赖于格西老师的教授 格西老师可能去年 光去年就已经教授了五百多次 这个数字是不是不真实了 我们都没有说的是二四年呢 就只二三年 二四年的话 格西老师没有办法教授这么多人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懒惰 想说哦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会永远都存在 但是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所目前有的这些环境 处在的信息 其实它并不是永存的 现在你的这个机会之窗 是要给你打开 但它随时都可以再重新关上 任何的时候 我们去学习的能力 或者去学习的知识 这样的机会 是随时都有可能去关上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利益 很多的好处 很多的资源 其实是非常棒的 很稀有的 但是最起码可能 尤其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会觉得我现在所用的东西 就是应该保持不变的 因为过去就是 过去25年 它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的 但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 精神上的一个误区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碰触到 外在亡国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意识 或者是一种 或者是努力来用我们最长 最尽我可能去拥有 我们目前有的优势 然后从而不要去 为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些 可能没有发生好的那些小事 然后出现一些抱怨 出现一些 那最近呢 我正在做一个清单 就是我在抱怨的事情 然后呢 当我做完这个清单 你都会发现 但我做的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简直了 太恐怖了 我最后的一次抱怨呢 比如说我一天要做三次饭 你简直 这个真的是荒谬的 就是我一天要做三次饭 太烦人了 怎么可以这么荒谬呢 然后另外一天 我在抱怨的是 我家里没有吃了了 其实我家里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了 然后 以上就是我的抱怨 就是我的房间 我的家里边是 因为我在过去的时候 我家里就是完全复买了 吃的 我随时打开任何一个橱柜 我都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可以吃的 你知道就是比如说 有一个橱柜专门放着 咖啡和茶 然后呢 有一些橱柜 放着一些零食 所以我就是你随时就是我想什么时候拿就可以拿 但是现在 但是在我抱怨那一天的时候 我的家里边任何橱柜是没有任何吃的的 然后就没有任何东西 我可以用手一抓 然后马上就扑到我的嘴里 然后这就是我对于可以吃的的定义 就是我部手一摸 是否有东西可以放到我的嘴里 所以呢 我就突然发现 我应该不断去捕捉我自己 然后尝试去做一个签单 那先让我有压抑感或者是的东西 然后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开始觉得压力 就是我家里边的这个衣橱里边 已经没有衣服可以让我穿 那或者是衣服太多了 我穿不过来 所以也没有想过 我现在真的抱怨一件事 我太多的衣服 这真的很尴尬 所以压离习或处离习 就是停止去抱怨那些 我们生活中 小的没有按照历史发生的事情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专注力 放在那些利益 或者我们的优势上所拥有的 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 这些非常唯一的机会 那这其实跟我们的静思 是相关联的 所以如果你想进入到这样外 在的王国 我们需要 我们一定要做静思 那格西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的 一个很大的很长的清单 去准备我们 帮助我们进入到的静思当中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尤其当我们用的东西越多的时候 我们越忽略它 当你在三年大闭关的时候 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健康 我们意识的清晰简单 当我在做三年大闭关的时候 我所拥有的就是瑜伽店 然后敬思店 一个一张椅子 然后以及几个非常少的零丁的盘子 然后零丁的几件衣服 然后以上我提到 就是我所有需要的东西 那你是可以看 你是真的可以看见 你的意识里面 就是突然需要很多东西 但实际上 你根本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那比如说在进行了 一个月几个月的闭关之后 我就只想去到商店 就想去买东西 就是一个欲望想去买 我想加一些 在我的车子里面 加一些东西进去 并不是说我真的需要他们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恶性的一种 不能够问 就是我们习惯性的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房子充满 我们想把我们的车子充满 但是这其实反而就摧毁了 我们的简单感 当我们这个简单感被摧毁的时候 它其实就摧毁了我们的经思 所以如果就是我们 我们允许这件事的发生 所以我们才进入不到外在的王国 纳格西尔士之外也讲了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当我们的经思被摧毁的时候 那这是教授的2020年和2011年的时候 非常非常有趣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报纸 电视 然后是当时的电脑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存在 然后我们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想不到 我有手机这件事情 我有就是苹果手机 根本都不在我智能手机 都不在我的天安当中 但现在我们处在这个形式 就是这样子的 这些科技 但这些其实就是阻挡了我们 进入那个外在的王国 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外在的 那么内在王国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在一个 我们像鸟一样 在一个 在一个笼子里面 所以我们尝试去摧毁这个笼子 或者外屈壳 整理一下 就是老实意思就是 我们其实像鸟 还在这个蛋壳当中 我们尝试呢 去摧毁这个蛋壳 然后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人 那当我们在看在内在王国的时候 就像我们第一次看见了 五彩斑蓝的颜色 那当你 我们要如何去解释 颜色这个词呢 尤其是把这个颜色这个词 解释给那些 只能看见黑白的人呢 那你如何去描述 充满一个世界 五彩斑蓝的世界 是什么样子呢 那确实这是我们现在真实所看见的 每一个人 或者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都是我们需要去照顾的 那这是我们此生的唯一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评论 就是字幕上的每一张脸 我们看到的每一脸 我们都是我们需要去照顾的人 那你要明白 我们去照顾这每一个生命题 每一个人 是我们此生之的愿无之力 之所能做的 所以直到我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直到我们真正做这件事情 我们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开心的 那这就是内在网国的描述 所以这是非常有力并且独特的世界观 那在静语的静语当中呢 就是格西老师去教授的 这些是非常深深 非常艰深 非常经济的教授 然后他以了我们 格西老师以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 来教导我们 就比如说这样的诗句 是如此简单 是我们可到达的 那这就是内在网国的愿景 就像我们要以一个保护者的形式去生存 那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那在最后呢 格西老师有教授到 我其实刚刚找到这张照片 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下PPT显示的这张照片 在这个课程的结尾之部分 在最后一天呢 格西老师领我们做了一个宗卡的一个镜丝 就是内在身体的镜丝 它其实就是非常传统的钻石之道 然后他带了这个箭过来 是从爱尔兰带过来的 他把这个爱尔兰带过来的这个箭 就让所有的这个学生去传递看一下 是非常大的一个箭 那现在我们的图片当中可以看到格西老师就在赚石山刚刚从他的闭关当中出来 三年之后的闭关当中走出来 以及他的老师另外就拿着带剑的那个男士就是格西老师的老师 那他所带的最后的一个镜丝就是帮我们去观想我们身体的内在 我们去观想我们身体有这么一个箭 然后这个箭的顶端呢是在我们心轮的地方 这是这个真的是格西老师所教授最深的一个镜丝之音 那这就是内在王国的教授 他用这个带有戒的这个镜丝呢 去教授 当我们真正走入到内在王国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将是如何转变成光 直升的 是不是非常胖 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可能我比较建议我们来做一些问答时间 最起码我是当时希望留有问答时间给大家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联系Y3 并且加入到我们9月7号到8号的课程当中 因为你最刚下现在所有的问题都会将在课程当中得到解决 那这个课程当中的时间是准备7号到8号 然后去报时间是正确的让我再重新看一下 是的就是9月7号到8号 那我们会一句一句一句地去过这个诗句 那因为所有注册了 那大家也会有到第一部分的如果想去了解第一部分就是关于12个演讲者的讨论的话 那你也可以就是跟你的主办方联系获得这样的资源 那我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授 大家可以去到这些课程当中的课程 但我觉得内在王国这节课真的给了我们非常强有力很新鲜的内在之见 就是这些洞见呢就是关于我们如何进入到外在和内在的王国 那这些教授都是非常新有的 那鄂尔说我真的非常很荣幸是外在的一部分 我们并且重启了这些教授 重新复习一下当时格西尔教授 并且把这些教授带给更多的人 因为这些是如此的珍贵 就像我们的珍宝一样 这些珠宝是我们应该分享给世界的 然后感觉就像 就是已经顺时机了 让我们从这个隐藏在黄沙之下的珍宝 面向全世界的时候 所以可能这就是这个教授的意义 感谢所有的翻译们 然后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然后所以请你亲口相传这些东西的教授 因为他们是如此的珍贵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邀请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加入到这些课程当中 就像我们可以一起共同 然后感谢各位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早上的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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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